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轻而欲己就被我给折断 吴刚力气大 也很聪明 但是就是没有耐心 学木匠手艺三天就发烂 当布店学徒 两天就嫌麻烦 回家撞田呢 一天就认着农田荒废咯 后来他认为去做神仙 是一件不浪费力气 而且又伟大的事情 于是他就出发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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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神仙搭不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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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走了有多久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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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神仙搭不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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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走了怎么久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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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底还要走多久 走 走 走 老神仙 我走了一百多天的路 我可终于找到你了 教我一些当神仙的方法吧 神仙 神仙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必须要很多的努力才行 你可以吗 老神仙 你看看我 只有这么大 我当然行 好 好 第一关 强身健体 我可以 蹲马步 这简单一炷香 天啊 老神仙 这个香要烧多久 一年 我肚子饿 不行 我想喝水 不可以 下上厕所 加油 老神仙 老神仙啊 这个香 我吹 香烧完了 好 好 第二关 上山采药 这太简单了 老神仙就带着吴刚去采药 细心地教导吴刚 每项药草的功用 但是吴刚啊 却越听越不耐烦 对 等一下 老神仙啊 你讲了这么多 当神仙不是应该要 逍遥自在的 哪有成天这样子辛苦的 辛苦 我上山采药 为了就是帮助更多的人 怎么会辛苦呢 可是神仙 应该要在天上飞来飞去的 这样爬山采药 一点都不好玩 我看你啊 根本不懂当神仙的道理 好了 不采药了 来 这里啊 有一本天书 你好好的读一读 把这天地万物的事情搞懂了 再说吧 老神仙啊 是不是书读懂了 就可以当神仙啊 对 把这所有的事情都弄懂了 心里头啊就自由自在 学习当神仙也容易多了 神仙回到大树下休息 而乌冈也在一旁读书 他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还打呼呢 最后他倒在神仙的身上 起来 老神仙啊 哪有当神仙 一直看书一直看书的 一点都不好玩 可惜啊 可惜 我问你 你当神仙到底想做什么呢 我当神仙 想到月亮上面去玩一玩啊 好 就带你上去 闭上眼睛 好 老神仙吹了一口气 两人瞬间来到了月亮上面 睁开眼睛吧 老神仙啊 这里是哪啊 什么都没有啊 这就是月亮啊 月亮 这里只有一个这么大的桂树 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玩够了 请倒回人间吧 我才刚把你带上来 你回去得自己想办法 我自己回去 我是人类 我又不会魔法 你带我回去吧 旁边 那棵是桂树 来 你一将它砍倒就能回去了 你早说嘛 老神仙 你看看 这个肌肉 轻而易举 好 屁股好痠哦 怎么又找回来了 那桂树啊 又叫做三百斧头 有耐心的人砍三百下 就能将它砍倒 没耐心的人啊 只要一休息 那缺口就会重新长好的 加油啦 年轻人 老神仙 我可不可以不要罚跪 我罚跪总可以吧 没有耐心的吴刚 从此之后呢 就只能待在月亮上了 持续的砍伐桂树 但是 没有耐心的他 到现在都还没完成呢 呃 我看没完了 我看了 不要紧 你 我听到 看到 这 你 感谢观看